台湾清华大学校长贺诚宏一行人 在盛盖博与南加校友相聚 贺诚宏表示 由于明年是清华在台湾副校60周年 也是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 两岸清华都是以理工科著称 今后台湾清华将会像1949年以前的清华学习 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科系发展 带负其解决世界更尖端难题的任务 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就是清华3.0 清华1.0是在头一个50年 大概主要是培养监通中西文化的人才 作为沟通世界文化的桥梁 第二个50年两岸清华分别发展 主要是培养科学人才 推动经济建设 也确实为两岸的经济发展 产生非常大的贡献 第三个50年 我觉得清华人应该要准备做全世界的领袖 去处理全世界的重大的问题 男嘉校友发挥我们在本地学到的经验 像我们有一位GPL一个非常优秀的杰出校友 严正他会把NASA等级的机器人比赛带回母校去 这是我们作为母校的第一个贺礼 那在接下来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校友会是两岸的校友会 因此许多新竹的校友很久没有回到母校 希望能够回到学校看看之外 更多的北京校友希望能够看看新竹台湾的风貌 因此明年我们也会组一个校友访问团 希望把校友带回我们的母校去 谈起两岸清华的合作 贺承宏表示两岸清华的交流打于竞争 目前已经有双硕士交换学生的项目 学生们可以各拿到两张文凭 今后还将这项计划拓展到大学以及博士教育 同时两校在深圳合办的EMBA项目也已经开始招生 他还提及每年来到美国和海外校友访问交流都非常愉快 这趟行程除了洛杉矶以外 还将会在北加州、芝加哥和纽约等地的校友相聚 中网电视采访报道